聖誕節快到了 許多地方已經開始有過節的氣氛了 5日在台南和台中都有舉辦點燈儀式 讓民眾提前感受耶誕的溫暖氛圍 市長灿燃煙火 同時施暴 光頭上輪手一支手機 爭相拍照 許多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感受聖誕節溫暖幸福氛圍 台中市民 我愛你 謝謝市長 我們也愛你 謝謝 來到台南 百貨公司用愛串聯 邀請台南偏遠國小213位學童 為聖誕樹點燈 並收籌鞋與書包 希望民眾在新的一年用愛關心親朋好友 我想對我們所愛的人 不管是父母親 或是夫妻 或是兄弟姐妹 或是好朋友 可以用一句話我愛你表達 也可以一個擁抱 就是說一年總要有一次 說 講就是I love you 對吧 這個很要緊 旬燃節氣氛越來越濃 儘管天氣寒润 在最幸福的季節 依舊能感受到聖誕節溫暖氛圍 新唐人亞太電視 是秋天喜 許經旺 趙陽 台灣台中 台南採訪報導 旬燃節氣氛 中國電視 工人 鬧